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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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要煮的就是金沙蝦球 煮法跟外面的餐厅都不分別 但最特別的就是 擺盤 為什麼擺盤這麼重要呢 就好像你去約會 去拍拖那樣 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當一碟東西來到你面前 你見到它七角那麼亂的時候 你都不會想放它在圖 擺盤非常英俊 就算你不肚餓 你都會拿相機去幫它拍照 廢話少說 我們來看看如何做 首先這個是用來裝飾裝盤的材料 有番茜 生菜和紅椒 最主要的材料就是有蝦 鹹蛋黃和牛油 有雞蛋一隻 準備材料之前 就煮滾水 鹹蛋黃用它三粒 隔水蒸它15分鐘 15分鐘之後 就拿它出來 用一個匙羹或者叉 把它壓碎 這裡拍不到 抱歉 首先就去蝦腸 用手按著蝦 然後在背部開一刀 開心一點也無所謂 然後就用刀尖刮蝦腸出來 洗乾淨它 瀝乾水 然後用乾淨的毛巾或者廚房紙巾 少許紅椒 然後把它切細 生菜切幼絲 首先把蝦仁上醬 用雞蛋 攪拌它 先攪拌蝦仁 然後把蝦仁給很少量的鹽 大約是四分一茶匙的鹽 千萬不要鹹 因為鹹反王是很鹹的 就是少許胡椒粉 打好雞蛋 倒半隻下去 用手揉勻它 然後放大量的生粉 作為它的脆漿 我這裡大約放了三大茶匙 不用怕的 用手 一定要用手 這個過程 所以可以拿到它均勻一點 不夠的話 我們再補 用這裏再補多一茶匙 這個脆漿一定要夠厚 這個脆漿 如果不夠厚的話 你一落到油鑊 它就射掉了 脆漿分 要結到是什麼程度呢 結到就是 蝦仁是一塊東西 一塊東西 很難把它分開 很難把它分離 那時候就可以了 炸這個蝦球 然後呢 是有猛油溫 煮滾些油 怎樣才算猛油溫呢 扔一顆 紅椒 馬上浮起的話 就證明它的油溫夠高了 一隻一隻這樣 落 不需要翻炸的 炸一次就可以了 炸到金黃色 就立刻撈起它 不要過熟 好 煮這個鹹燈黃要用中火 先燒熱烤鍋 牛油用得七七八八的時候 就放一些鹹蛋黃碎下去 然後用鍋鏟不斷攪拌和炒 當你不斷炒它的時候 你看到鹹蛋黃會有很多泡泡 這時候會放半茶匙的糖 半茶匙的雞粉 去中和一下鹹蛋的鹹味 然後放一些紅椒粒 再兜兜它 煮到它的泡沫再一次滾起 再一次膨脹的時候 就可以關火了 關火就可以放入炸好的蝦球 拌勻它就可以了 我用一個長碟來擺盤 如果家裡沒有長碟的話 用完碟也可以的 生彩絲鋪底 放上蝦球 淋上它剩餘的醬汁 最後就放上翻篩做裝飾 這樣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